已經過新的文化作家夜石頭 曾經在野作品當中下過 自己是住在蝸牛巷 這條蝸牛巷之野不是一條行 它是黏著中西區印後路 明星路到西門路的行 四乎文化共造成的行 是趁人生立宿家庫 搭著真正正在街巷 也鼓勵流出改則 但在市場里面感想後 就要到現場市場 也期待去營更多人 進來蝸牛巷做文化的早途 這幫路上寫在文化作家夜石頭的文句 行農也看得到路來的信念 是乎文化球中中西區印後路 明星路到西門路頂頂行來 改作行為立宿家庫 它這也是夜石頭作品當中 蝸牛巷的位置 在文化球中夜色山 跟世界樹的創意之下 代理市場里夢宴 最后是全翁蝸牛巷 實在立宿行農改作過後的環境 大家要親自說 好啦 整天啦 你們最好的我跟你們做 你們做你們家的館 最後來就是百花齊放 變新的打卡 文化局有來做街區的整理 大部分都會鋪那個石板 所以如果在台南看到地面是石板路 像這種 大概圓著這個石板路去探索 這些都是最精彩的街區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要謝謝文化局 還有在整個過程 里長還有區長都一起參與 兩位議員也跟我們做 在預算 那希望說將來 我們家不只是鋪面的整理 那很多老屋的地面 我們現在有這個歷史截取這個計畫 那麼老屋的地面 我們會來 只要有意願的 我們會來協助來綜修 幾乎港町 從那中心補色路面以外 也跟他做北京老五的關山 當時改善小洪世襲 夾在的光牛巷裡面 可以看到跟夜市頭上官的增進的街市 也進出很多民宿 加比天和餐廳的頂頂的店街 在無法局的幾個字下 光牛巷不然是這條走透的行動 也行為少年人想要探訪的神經店 記者崔玉文 傳說盛中西区 探訪報道